转送的作品 实际上还称不上是动画片 可能仅仅是一个像课堂作业 像一个小练习 而到了05年06年的时候 有些高效的作品 可以毫不夸张的讲 比起那些专业的动画公司 水平还高 и到汉咱里 הק 开花丽有关复合作业 看一新的树 一家湖的公司 在家里脑丝 无优谊 家一世的公司 在家里的亲历 爱新的公司 一季自然的民党 和兽荡的丝大 そして小类 med典和兴典的 Arc 词яз词 和兴典的宫 庭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是动画专业基础课 动画概论 万丈高楼平地起 学习动画从概论开始 通过这门课程 使学生对于动画的产生 发展 分类 风格流派 动画电影的基本原理 动画电影的设置过程 都能够有一定的理解和认识 能够掌握学习动画的方法 这是大一学生入学后必修的动态造型课程 以活动影像的眼光捕捉运动的形象 通过对不同运动姿态的墨写 培养学生快速而准确地捕捉对象形象的能力 以及进一步概括 夸张和创造形象的能力 对于同步进行的素描课程 能够有针对性的训练 对于之后的动画基础造型 来自将来的运动规律 原画 动画 二维动画短片的制作 提供造型基本功 画好素描 在动画设计中 才能够随心所欲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 用恰当的绘画造型方式表达出来 动画影片分析课 是动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 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 对国内外经典动画影片 从电影剧作 人物造型 动画特性 影片创新等独特视角 进行科学理性分析 帮助学生提升对动画影片的欣赏能力 如果要不是我们的前辈 在美音场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经验 就不可能把表演的课 包括剧作的导演的这样的课 声音这些课来放在 动画的这样的教学体系里面 所以我们的教材也都是 美音场的这几个老先生 那个时候开始编写 然后直接就把创作当中的 艺术创作当中的经验 包括美术啊 这个绘画 从我们上学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理论体系的 都是一些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和教学科研能力领先的师资队伍 已经形成 动画学院组织上百名国内外专家 教授和优秀教师 编写并出版的国内最为全面的动漫高等教育规划教材 以出击 感谢观看